一号码 合力帝国 二号码 大漠飞鹰 三号码 青云直上 四号码 东方战士 五号码 勇者无畏 六号码 兴盛风影 七号码 终盛环宇 八号码 如飞 九号码 龙月 以及十号码 海阔天空 第二场国产两岁与马者杯系列赛A1 一千米的马匹亮相开始 一号码 合力帝国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宫马 骑师 陆江峰 练马师 温良生 马主 合力马业 腹磅56公斤 位于一号码 二号码 大漠飞鹰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宫马 骑师 初一 练马师 牛文广 马主 华语马业 腹磅56公斤 位于六号码 三号码 青云直上 来自中国的两岁青色宫马 骑师 卫云中 练马师 四日古愣 马主 冯长慧 腹磅56公斤 位于十号码 四号码 东方战士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宫马 骑师 陆真济 练马师 刘二端 马主 王虎 腹磅56公斤 位于二号码 五号码 勇者无畏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宫马 骑师 赵新刚 练马师 何祥寿 马主 侯兴健 腹磅56公斤 位于五号码 六号码 兴盛风影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宫马 骑师 陈毅 练马师 何一鹏 马主 杨小辰 腹磅56公斤 位于三号码 好 七号码 钟圣环宇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母马 骑师 王文勋 练马师周涵 马主 赵湛吉 腹磅54公斤 位于七号码 好 八号码 如飞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母马 骑师 别克江 练马师 何祥寿 马主 周小强 腹磅54公斤 位于八号码 九号码 龙岳 来自中国的两岁六色母马 骑师 马连凯 练马师 张明亮 马主 曹惠明 腹磅54公斤 位于九号码 十号码 海阔天空 来自中国的两岁 贺六色的母马 骑师 建国 练马师 张明亮 马主 李娟 腹磅54公斤 位于四号码 好 比赛开始 我们来播报一下 本场比赛目前的一个赛态 那么现在看到红色码 红色的彩帽的五号码 勇者 无畏也是首当其冲 那么在旁边可以看到 我们的七号码 钟圣环宇 钟圣环宇在之前的两场比赛中 全部都是取得了季军的成绩 那么本场的话 有没有机会实现突破 在我们来旁边看的话 紧随其次就是三号码 青云直上 然后我们马匹 现在已经过到了第一个弯道 青云直上和钟圣环宇 两匹马是在一路斗销 已经排在了第一个梯队 那么紧随其次就是五号码 勇者无畏 在旁边就是九号码 龙岳 以及我们的位于内栏的 四号码 东方战士 好 马匹已经过到了 最后的一个弯道 开始出弯了 我们看到外面的白色彩帽的 玉龙马叶的青云直上 一直是在灰边催马往上赶 我们的四号码 东方战士 也一直是在努力地往前冲 但是我们看到五号码 勇者无畏和七号码 钟圣环宇 还是在一路的斗销 所有的马匹都在 快马家边的赶上来 我们最后的200米的冲刺 看其他码有没有机会 我们的七号码 钟圣环宇 已经拉开了一点点优势 突出了重围 我们的外篮 看到的是九号码 龙眼已经吹了上来 最后的20米 七号码 钟圣环宇 率先冲过了比赛的终点 好 现在为大家公布一下 玉龙国际赛马公开赛 第二场国产两岁马 玉马者杯系列赛A1 1000米的比赛成绩 第一名 钟圣环宇 骑师王文勋 猎马师周涵 马主赵战吉 他的最终成绩是 1分07秒21 第二名 勇者无畏 骑师赵新刚 猎马师何祥寿 马主侯兴健 他的最终成绩是 1分07秒60 第三名 龙岳 他的最终骑师是 马连凯 猎马师张明亮 马主曹慧明 他的最终成绩是 1分07秒62 让我们恭喜获得 前三名的赛马骑师 猎马师以及马主 人榜 亚岛